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嘿嘿嘿 光头讲你又没看到书 儿子 先别看电视了 这个是你大姑 这个是你表哥 大姑 诶 真乖 哎呀妈 表弟你都多大了 还看熊出眉呢 好看 表哥你过来跟我一起看呗 我可不看那么幼稚的 你换一看 我不得 老弟你有点不上道啊 成天看熊出眉能有出息吗 寒假作业写完了吗你 我没寒假作业 怎么可能没作业呀 你骗人吧 别跟他欺负你表弟了 三发这次期末考的咋样呀 多少分 我没考 啊 是这样的 期末那两天他刚好有事 就没去考 那就是零分呗 三说啥事还能比考试重要呀 哎 家俊你考的怎么样呀 还行吧 总分750我考了500 哦 那确实挺不错了 加把劲 明年正去考个一本大学 那都小意思 轻轻松松 我的目标呢 可是清华北大 你笑什么 你是在质疑我吗 没有 我笑光头强 他又带小孩耍来 老舅我看你带儿子算是废了 赶紧跟舅妈研究研究 再练个小号吧 你才废了呢 大姑你赶紧认个小号吧 我说你你还别不服 将来我考上了清华北大 你挺多也就考上个地瓜 清华还要考试吗 他们跟我说去面试就行了呀 我都通过了 你说的那些都是被保送的 你有那个资格吗 老秀 我这老弟跟你一个德行 吹牛从来不打超高 这他还真没吹牛 确实保送了 没去期末考试 就是因为要去参加清华的保送面试 录取通知书还在我屋里呢 我去拿来给你看看 不用了 突然想起来 我给家里烤了地瓜还没吃呢 我先回家了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儿子你快看看 谁来在家拜年了 还认得我不 阿姨 真不记得了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这么没良心 哎呀你可别逗他了 三八正你得叫姐姐 哦 姐姐 哎呦可算是找到了 妈你这什么破亲戚啊 住的也太偏了 是有点偏啊 却确实挺难找 没事 一回生二回熟嘛 下次来就好了 下次我可不来了 为了找你这破地方 浪费了我十分钟 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吗 十分钟我都能做食材老鼠题了 你可不跟我耍品气呢 大年初一就想爱手势是吧 别介意啊 这女儿平时让我走坏了 没事没事都别站着快进去坐 这哥们谁呀 怎么大了 看喜洋洋 什么哥们呀 这你得叫老舅 嘿嘿 外生娘快过来跟老舅一起看喜洋洋 老舅现在几年级了 学习咋样啊 我高三了 学习还行吧 外生娘你呢 这么巧我也高三 成绩马马虎虎吧 今年刚拿了个学校的三等奖学金 哦 那那你挺厉害 我都才拿了个EW的特伦奖学金 就凭你 不会是靠关系拿的吧 嗯 不是的 不过不要紧 我还拿过我们村里的奥数比赛三等奖 你拿过吗 你肯定没赢 我没参加过村里的比赛 正常 村里的比赛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 要我输呀 你也就是辈分比我大点 学习这一块还得是你叫我老舅 但是我参加过全国的奥数竞赛 拿过一个E等奖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哎 熊聪梅 天天就知道看那个熊大熊俩 你妈说他有个亲戚要考验 你不是拿过那个什么数学竞赛的奖杯吗 一会儿来了你给人家好好补习习 什么亲戚这么扫兴呀 大过年的补啥呀 你妈的远房亲戚 安辈分 他还得叫你老叔呢 你自己大侄子你不得帮帮忙呀 这些老李还约了我下棋呢 我哪有空给他补习呀 让他感情再来吧 哪天呀 那你给我日期 看我心情吧 我给你点脸的是吧 一会儿我就把电视机给拆了 这个学情你都不想看熊复梅了 别的呀 咱有话好好说嘛 不 那他今天就来 我保证给他安排个明明白白的 哎呀 三发现在口气是越来越大了 他要给我安排个明明白的 没说你呀 没说你老李偷 哦 没说我就行 那开始吧 看我今天怎么把你杀的片家不离 咱说就你这臭型篓子 我让你俩咱也不是我对手呀 何必来找虐呢 我常常特级大师到你这成臭型篓子了 我今天非赢你一把不可 先说好 我今天可没时间给你磨解 就下三把 赢不了你就滚蛋 将军你没了 你等等 我走错了 我混血 你还说自己不是臭型篓子呢 今天三把已经结束了 你赶紧走吧 别耽误我给自己做造型 你这小小年纪还挺臭美呀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 是最近都在玩左下角窄窄捏的人 里面不仅自由装扮心理形象 还可以跟朋友一起跑图互动 9号 应该是这里吧 你好好请问这里是 谁呀 李老师 突击家不好吗 这是 张三发 你作业写完了吗 有空在这下棋 你家长呢 我爸没在家 谁说我没在家呀 谁找我 小李 救公 你是他爸 他该不会就是我那个超级学霸的小叔爸 对 你不就是找他补习吗 这人谁呀 李老师呀 他问题咋这么多呢 别管他 咱继续下棋 你说谁问题 李老师 哪里 你认识我 小李呀 老师你怎么在这呀 他来找我下棋呀 他这凑几篓子下不过我呀 你真不能给我留屁了 小李你刚刚说找他补习是吗 那你可以得跟他好好学呀 这一小子不光像棋 学术方面也比我差不了多少 假如我是个超级学霸 小李你怎么回事啊 会议是开会就差你了 搞快点 哎好嘞校长 我这马上就过去 那这节课你们在教室自习 老师走之前你先布置点作业吧 该预习的我都预习过了 自习课实在没事干 也行吧 那把这个模拟试卷发下去 一人一张 一节课把它完成 你说他贼哪这么欠呢 不说话能死呀 就是 老师王鹏说我嘴欠 是不应该提醒你布置作业 没有 你子弟是听错了 我刚刚说你想的真周到 夸你了 那我去开会了 你没点教室给我安分点 老师你就放心去吧 搬的有我呢 王鹏你别说话了 这本质上都快记不下你名字了 我也没说话呀 我睡觉呢 睡觉那更不行了 你打呼噜声音那么大 多影响我们学习呀 谁打呼噜啦 王鹏你别打理他 故意找你查了 你没看出来呀 曾生发你还敢带手机来学校 哪了不你 没收了 这下你玩犊子了吧 三发你咋这么不小心呢 手机拉到手上肯定给你告老师了 想让我不告老师也不是不行 除非 借我用一个学习 你想的咋这么美呢 我直接把手机送你得了呗 也行呀 他真是咋这么无耻呢 牛爱花你可真是出息了 我让你管机人你可是玩手机呀 老师这这是我从张三发那没收的 我正打算交给你呢 小李你这是干什么 会还没开完你人没了 成何其头 校长你等我一会儿 我这先处理点事情 张三发我上个星期刚没收了你七台手机 你真是一点机器没长年啊 你的呢 你刚刚说什么 没收了三发七台手机 校长让你见校了 你有所不知 我们班这个学生 带手机来学校屡教不改 他简直无法无天 我看你才是无法无天 张三发代表我校加入了市里的研讨小组 为了不耽误他们小组的交流学习 我特意批准他戴手机 你倒好 没收了他七台 我可真得好好表扬表扬你 啊 校长你听我解释 这七台手机都是牛爱花没收的 你表扬他就行 不用表扬我 我听说到你会员 有什么时候 你听说到你会员 你会员 我听说到你会员 有什么时候 你会员